周三 为期10天的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冬季滑雪比赛已进入第三天 运动员需要通过高难度挑战 展现自由滑雪和单板滑雪技能 竞争会在21位优秀运动员中展开 现在出发的是新西兰自由滑雪运动员 本届冠军尼克·波蒂厄斯 来看他的精彩动作 出发直线下滑 起空旋转两周半 平稳反身落地 再来看男子丹麦滑雪 丹麦滑雪重点在于腾空的远度 男子丹麦滑雪冠军奈特 起跳跨过两个雪峰 画出完美长弧度 表现相当完美 接下来是女子自由滑雪 好一个空中大体差 萌萌落地 再来看这位运动员 直行转道滑 起跳转身两周半过地 表现毫不次于男子组 最终 马格·哈克特 夺得女子自由滑雪和单半滑雪冠军 我认为现在的状况都很奇妙 该比赛是全新混合团队挑战赛 每九人唯一团队 包括七名雪上运动精英 和两名负责记录精彩瞬间的世界级摄像师组成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感谢您在通知及issen颜色 需要做大体状况 然后 感谢观看